哈喽,大家好,我是尹队长 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看一只在重庆最大的鸟 这可不是普通的鸟儿呀 它就在重庆的一座大山之巅 体型非常的巨大 而且还金光闪闪的 就是在西游镜里面 把孙悟空打得求如来佛祖帮忙的那只鸟的铜内 而且听说啊,它还在网上特别的火 不过呢,去看它 在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门票的 一个人12块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不过去看这只大鸟的路有点艰辛啊 这个坡也太陡了吧 手围的树木好茂盛啊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爬坡 但是,哎呦,还是有点凿不住啊 上 去看这只鸟儿还真不容易啊 都是这样的路啊 整个山都是被包起来的 从这个地方上去 感觉这个地方离天空好近啊 哇,这好像是这附近最高的一个地方吧 你看,缓绕一下 马上到了 来看一下,就是这一只大金鸟儿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好大呀 这在阳光的照射下,真的是金光闪闪 还是有一点恐高啊 哇 哇塞 哎呀,如果不是有雾的话,这个地方太好了 哇,这风景太爽了 飞机你看,好近 噔噔噔噔,大家看我的身后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大鸟 这一只鸟够大吧,而且够金光闪闪吧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重庆南山的大金鸟 底下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蜗牛 这只鸟就站在它的身上 整体的高度有50米左右啊 哇,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呢,在阳光底下,真的金光闪闪的 虽然现在没有阳光,但是也挡不住它的光芒 而且大家知道吗 这一只大金鸟的外面这个金色啊 是由27万块金箔相成的呀 哇塞,真的好想把它扒拉下来给它偷走啊 我们现在就到大金鸟的肚子里面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走,跟着我们一起蹲底大金鸟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直上去 近来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石像 这个是用水泥术的,石心的呀 它应该有一定沉重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也是阵楼之术 有旋转楼机上去 而且一排的楼机都是有窗户的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蜗牛的肚子里面 连它的内部都是盘旋上去的 就是像蜗牛的那种螺旋纹一样 哎呦,这上面还有好多蛇 这个地方有点窄哦 小心碰头 哇,这也太凉快了吧 这应该是中间的一个观景台吧 哇,小麦布 这金银肚子里的小麦布 哇 哇 我得怪怪 这个地方风景也太好了 我们现在在金银的半截 不,我们现在蜗牛的头上 对 看一下 看这金银的脚,大金银的大脚掌 这个小麦布应该是全国最牛的小麦布吧 对,这金银肚子里的小麦布 对 这个小麦布在这个地方 它好多太一样 对大英识 大金就二十几年了 哦 但你不是在这地方也开了四年了 对,那个对象是私人餐 是私人监定嘛 私人监定不就自分收回来 自分收回来 从前面也是有个大英识开过来 对,大金一层年了 对 对,大金一层年了 对 对,接下来的那个八十几年了 对 还是茶营啊 有个英识茶 这都卖给的嘛 这都卖给的 大金一里面的最牛小麦布 在这个地方开了二十年了 我的天哪 之前更厉害 之前这个地方什么都有 餐饮 住宿 娱乐 啥 说明以前这个大金一还是挺潇洒的 现在落幕 只能卖点小东西了 这有观景台吧 这应该是 从这个地方可以爬出去吧 爬一下 登顶了吗 好期待啊 这事也好绝啊 哎呀,如果今天没有问 那就双残了 嗯 做到这里 求我的大虾 我的天 哇 哇 我自己做独立 你这么看绝 哈哈 我这是马铃 哈哈 哈哈 我是马铃 你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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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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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要是陈农来拍电影 估计要搜下去了 前面全都是搜 哇 他们是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大金一 这下面好的房子看一下 对面就是朝天门码头来福市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重庆的地形 沿着嘉宁江还有长江的边边上修建 我们现在就在山上面 估计吹大风这个地方都会晃嘛 哈哈 小朋友被吓下去了 小朋友脚打残残 对吧 好干净呢 那不是因为打扫的原因 那是因为很多人都扶着下去的 这个位置是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虽然我们刚才爬升上来的时候 是真的非常的累 而且很多热 不过呢 到了大金一的顶上 这个风景是绝佳的 而且非常的凉快 远处就是沉遍了高楼的内 而且在底下呢 就是漫山遍野的别墅啊 风景简直是绝恶 不过今天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 天气不是很好 如果是一个大晴天的话 大金肯定会更闪耀 好 好 好 现在直接下去了 我其实感觉走起来一点感觉 主要是心态的问题 但很多人都其实特别害怕 这个是大精英 之前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 之前这个地方是吃喝玩乐什么都可以 现在管得严了 他只能卖点小东西了 这前面的房子全部都是悬空的 你看这下大雨也害怕 但打麻将的人在乎这个 实际是修在这山间的 沉重全靠这根柱子 这个地方还比较丰富 大精英 关鸟台 还有个镶手洞 还有浮雕 走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这浮雕 算了算了 这走下去又爬上来 这太陡了 已经扛不住了 我们就不去了 不过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也感兴趣 只不过脚不这么感兴趣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评论订阅哦